《红楼梦》能成为不可逾越的国产剧之一 里面的化妆师功不可没 它被誉为天下第一书 79年的舞剧《雨花思路》 86年的《红楼梦》 93年的电影《杨贵妃》 94年的《武则天》 到01年的《上错花轿》《假对狼》 要论塑造出来的经典古装美人 恐怕很少人比得过他 从他手里出来的美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每个角色不仅保留了个人识别度 还会不断对人物历史进行探索研究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他就是专注古代化妆造型研修的杨树云老师 众所周知 《红楼梦》是曹雪芹虚构的小说 没有实际的朝代 没有实物参照 书中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全凭推断 为了让《红楼梦》里106个角色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征 人物妆容精致 形象突出 杨树云老师三年读了《红楼梦》七遍 不仅为每个人物角色画了妆效示意图 还做了卡片 记录了不同角色外在和内在的描写 这张是薛宝钗的化妆设计草图 这个是我们拍电视剧 已经呈现出它的实际效果 这个是林黛玉的设计图 在没出这本书之前 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他认为手是人的第二张脸 所以林黛玉出场时 那双一闪而顾的手 他花了两个小时去画 不满意又写了重来 为了找出作者描述 林黛玉的四醋飞醋 《卷烟梅》 他从《红楼梦》到在一本不是专门研究 都不会注意到的小册子 《袭经杂技》中 找到类似的远山梅 最后 又在不断翻查作者和他好友写的诗词中 《卷烟》两个字 为了把中国古代女生 含蓄的眼神表现出来 他想到了在演员们的鬓角处做牵引 眼睛睁大了就会不舒服 只能半抬眼睛看人 从前因为眼皮松懈 显得很凶 而一直饰演黑心地主婆的李廷老师 在她的几层纱贴进去后 也能变成慈眉善目的贾母 甚至是扮演乡下粗人的刘姥姥 也不只是把脸涂黑就完事 细到头发 贾母的油润发色和她的粗糙毛躁 呈鲜明对比 精到牙齿 连清朝只用盐和粗布擦牙 这种细节也考虑上 而为演员加上牙垢 当时咱们中国国内的化妆品都很少 基本上就是那一盒胭脂 完了再就是一些个擦到脸上大白粉 眼影都没眼 在那个设备简陋 资金短缺 服饰 配饰 道具也是廉价的时代 能制作如此精良 全靠当时的人用心 杨树云老师为了一个人物 而查阅大量资料 做到尽量符合历史 贴合人物 却一直自称只是文艺作品化妆师 如今已年过八十的她 依然一直在为化妆艺术而奋斗 不仅会开班教学 还会收徒 亲传手艺 我已经77岁了 我这辈子做一件事 我就做错 我做不了 我做出一件东西来 我看一看 我就总结一下 我下一个做的时候 我要提高多少 我没有提高多少 你们在家的想法 这种想法 都没了